到待后台就是真的很多时候镜头外比镜头内还要精彩 我更多时候是待在那个剧组嘛 那我非常痛恨一个指令 就是公主抱 公主抱 为什么 因为现在基本上所有人都有练身体对吧 就是男演员 对 但都假的 只要在戏里面说到要公主抱的时候 抱你 抱不起来 你很小只啊 真抱不起来 你就觉得自己有多重 就是感觉很羞愧 但确实就是公主抱在拍戏的时候 是真的会特别辛苦的 尤其是女生 因为我之前有拍过两部戏 然后那两部戏呢 我都是被男主抱的 然后如果说拍不到下面的话 其实他们就有人会扶着嘛 对 但是我那一场戏是就是抱着我 然后往后退 要拍一个全景的躲不了 对 然后他手就开始这样 然后他手就开始这样 就让我很尴尬 我就觉得说是我胖了 还是他没有锻炼好 这个女孩子会觉得尴尬吗 会会 真的会尴尬的 因为我们会在质疑我们自己是很重吗 对 是这样的 我们让新特工我们试试看 抱财节好不好 我们设计一下情景 学导 我Q到谁谁就要上来好不好 对对对 学导 来 好 开始好 好 开始好 郭仔绝非常开心的在逛街 他是一个文艺青年 这时候不小心的感觉好平学 快昏倒了 这时候遇到了小宝 小宝路过了 哎呀哎呀 这个时候赶快 小宝会怎么做呢 快送他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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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宝直接把他抱了起来 哇 哇 送去了医院 送去了医院 哇哇哇哇哇 打车 拜拜 哇 哇 我刚刚是不是看到彩节 被抛到天上去了吗 抛到了 对 飞起来了 他刚才把我飞高高了 太可怕了吧这也 哇 太厉害 对 我觉得是轻的 OK的 OK的 哎哎他真的可以 这个肌肉是真的 这个很难的 我想挑战薇薇姐 不要 哇 It's show time 哇哇哇哇哇哇哇 我未来真的抱不动我 我会尴尬 这节目还怕什么尴尬 好 被抛起来的时候 会有心动的感觉 好好好 试一试试一试 马威吃完自助餐 从自助餐店里走了出来 哎 他感觉非常的脏 他腹痛不止 这个时候他要昏倒了 哎呀 就在他昏倒的时候 哎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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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OK啊 可以可以可以 马威看不开闲 看不开闲 啊 好快乐 好快乐 有一天 薛之谦换好了裙子 我 啊 啊 你演一下演一下 让你让你让你 来来来 你抱不起来吧 喂喂喂 哦这个真的要小心哦 这很难 哈哈 合上眼睛吗 合上眼睛吗 杨迪 杨迪小心头 他杨迪了 哈哈哈哈 小心头 小心头 不要撞到头 哎呀 哈哈 鲜鱼翻身 漂亮 我真是 鲜鱼翻身 哎我的天 哈哈哈哈 我不行太好笑 太好笑 哈哈哈哈 啊 你难道没想到 他会这么搞你吗 你在煎蛋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突然回想起来 我有一次经历一个 非常特别的幕后 真的是永生难忘 没讲过这事 我觉得这事真的绝了 我们当时有一个节目 就是每个主持人 找一个自己的粉丝 参与录节目 有一个特别的环节 就是泥潭抓鸭 大家在泥潭里面 各种抓鸭 就是艺人跟粉丝一块玩嘛 但是泥潭抓完鸭以后呢 你浑身都是泥 你就要洗澡了 我做梦都没有想到 节目组跟我们安排的澡堂 当然是男女分开的 但是进去以后 大通尖 什么意思 连隔尖都没有 就是一个正方形的一个房间 一根一根的管子在墙上 就是在那边冲水 这很正常 对啊 但是你想一下哦 我是你薛之谦的粉丝 我是个男的 薛之谦我特别喜欢你 马上看你的裸体 我喜欢沈梦辰 我是个女生 沈梦辰 我看你的节目看了好久 马上赤裸相见 还是会比较尴尬吧 但是我们不可能不洗啊 洗澡时间半个小时 大家一起洗啊 然后就只有这就洗了 节目组准备的 一罐洗发水 一罐沐浴露 他们摆在那个淋浴间的正中间 为什么 我们比如说我们洗澡的时候 还稍微要回避一下 先冲泥嘛 冲完以后 我们得去拿那一沐浴露 看谁先去抢 不是就 然后他也没有台子在地上 这我们虽然 大家都是男生都是女生 但毕竟他们 以前是看我们在电视上面 好喜欢你 马上赤裸相见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画面 这是蛮尴尬的 他提到我想起来的 我第一次人生路奔跑 奔跑的兄弟 后来也是我们做了一个 那个泳池类的游戏之后 要洗澡 我就跟杨坤大哥在一个洗澡堂洗澡 我前一秒钟夸完他 后一秒钟杨坤大哥就 但是感觉很好 本来我很尴尬 在那里洗也不好意思洗 但杨坤大哥非常自如 有多自如 怎么样 最近音乐做得好吗 无所谓 谁会爱上谁 有的时候其实他舒服 其实我就会觉得很自如 如果旁边杨迪在那 那我和你洗的也是这样 我下次就安排你的多年粉丝 跟你一块洗 好不好 我没有在怕的 我跟你说 你不尴尬 就是别人尴尬 所以以后也要 对 自己不能尴尬 大方言 对 你需要这样 你起床 天呐 所以现在的这些艺人朋友 真的很辛苦 他没有台前 也没有幕后 哪怕是你在后台 你都不能太过于放松了 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 你的某一个状态就已经出去了 所以 把台前 当作幕后一样的去充分准备 把幕后当作台前一样去认真的对待 就OK了 是的 十 有没有发现很多大家现在心目中的搞笑 大神 比如说像 沈腾老师 沙翼老师 徐震老师 或者是以前的前锋哥 以前的前锋哥 以前的前锋哥 很严谨 他们在颜值巅峰的时候 好像都没有这么的搞笑 我个人认为就是因为偶像包袱所阻碍了他们 你举例的那些人完全没说我 因为我从来就没有帅 对 你一直都非常地搞笑在我们心中 以前我也因为偶像包袱所失去了一个常驻主持的机会 就那个时候我大概18岁还是更鲜的小鲜肉 然后我要跟两位很会讲的前辈一起主持 我们要跟女神玩游戏互动 最后女神会把票投给我们 那些主持人都很会讲 就咔咔一讲 然后我就照照镜子 我想说我到底会什么 我就跟自己说我什么都不要会 因为我真的太帅了 这不要拍手 这个是一个错误的选择 然后有一次是那个主持人跟女生在聊天 然后动漫 因为那个女生很喜欢动漫 就两个主持人就咔咔一讲 我也喜欢动漫什么的 然后想说我不看动漫 我真的不看 然后就站在那 挤一个双眼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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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说我不看动漫不好意思 我就觉得自己好帅 结果从头到尾没有一个女生投给我 哈哈哈哈哈哈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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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